妳那時候出道的時候幾歲 很像是七八歲 很像是七八歲 六到七八歲 Julie姊呢 Julie姊妳也是同心出生 我們幫妳把花仙 對對對 Julie姊是九歲的時候出道 她是 她比我偉大 對啊 比妳厲害 這麼小就出來了 不過呢 Julie姊更厲害 Julie姊妳看 綜合華人世界 甚至到日本發展 其實大小姐也發展得不錯 妳有沒有什麼鼓勵或建議 她還要繼續走這條路 該怎麼辦 喜歡嗎 妳喜歡言心嗎 喜歡 妳很喜歡 對 妳想要到美國 也想到日本嗎 對 太好了 這個第一 這個挑戰的希望 一定要有 第二 語言要好好的選 這個語言 是會代理到很多國家 因為妳學一下 因為妳奶奶也應該可以講 有機會很好 還有要睡覺 要睡覺 對 睡別人 終於要 真的喔 這都很實際啊 是 保養身體 對呀 睡夠的時候 頭腦也輕鬆 東西都學了 是是 原來 終於透露她的這個非常厲害的保養秘方 就是多睡覺 姐姐妳每天平均要睡幾小時 我希望八個小時 希望有八 但平常有時候忙起來就沒有到八了 對不對 還有中間在 在補免 所以一天要到八小時 這樣子 教會這個 是是 好 了解 妳的日文程度呢 之前很會講 但現在都悶悶悶 怎麼可以呢 因為謝謝妳 日文講兩句 謝謝那個阿奧姬 可以嗎 有辦法嗎 可以嗎 很簡單的 謝謝 這鼓下面 這鼓下面的每一個人都會 哈哈哈 把他外套 好 Judy姐的話 要聽進去 要多練 對不對 妳台語 台語 台語 我剛剛用台語 謝謝Judy姐 好 妳說台語嗎 對對對 感謝Judy姐姐 謝謝Judy姐姐 真好 真好 Judy姐妳贏了 妳的台語比她更好耶 對 妳也差不多 妳對日本台語 她很厲害耶 這樣喔 是是是 好 看來我們還有一段 很長的路要走 要加油喔